民主党人拜登已经以毫无悬念的票数当选美国总统,但我们之前说过,信任总统特朗普绝不认输,他依然计划在一些关键州对选举结果提出法律挑战,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他到底能做什么。 特朗普的律师鲁·朱利安尼向福克斯新闻表示,特朗普不应该承认败选,因为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在这场选举中,至少有三四个州,甚至十个州被偷走了。 特朗普竞选团队尚未提供与此相关有力证据,但表示,计划这一周起在以下几个关键州提起诉讼。 宾夕法尼亚州,朱利安尼表示,诉讼将基于该州的选举监督人员无法进入投票站而提出。 投票监督人员是观察计票的人,目的是确保计票过程的透明度。 在大多数州,只要他们在选举日之前登记,就可以进入投票站。 今年,一些地区在选举日前实施了限制,部分原因是由于新冠疫情,还设置了人数限制,以避免健康受到威胁。 费城计票中心设置了长六米的限制区,这一长度受到挑战。 11月5日,一项法院裁决称,只要投票监督人员遵守新冠病毒协议,限制区的长度应该减少到两米左右。 特朗普竞选团队已经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选举官员违反法官的命令。 朱利安尼表示,在具体执行中,实际距离并没有符合法庭的裁决,但选举官员坚持认为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 就在法院裁决当日,宾夕法尼亚州的州务卿凯西·布克瓦说, 每个候选人和每个政党都可以有一名授权代表在场观察选举过程, 包括费城在内的一些司法管辖区也有直播,所以可以切实观看他们的点票过程。 并西法尼亚州的法律挑战还聚焦在该州如何清点那些在选举日截止时前盖了油戳, 但在三天后才达到的选票。 共和党人正在就此寻求上诉。 密歇根州 2016年,特朗普以微弱优势赢得该州,获得的选票超过对手1.07万张, 而预计拜登今年将成为该州的赢家。 11月4日,特朗普竞选团队提起诉讼,要求停止计数, 理由是他们声称无法观察整个过程。 一名法官驳回了诉讼,称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监督程序没有得到遵守。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表示,他们将根据选举日发现的异常情况, 要求威斯康星州重新计票。 不过,这并不需要提起诉讼,目前尚不清楚将于何时重新计票。 通常情况下,重新计票要等到官员审查完选票后才会进行。 该州这部分程序的最后期限是11月17号。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查德·布里福特表示, 2016年,威斯康星州也重新计票,改变了大约100张选票。 内华达州 内华达州共和党在推特上表示,已经确认了数千人的身份, 他们在离开内华达州后投票,看上去违反法律。 特朗普的法律团队制作了一份名单, 名单上的人声称已经搬离这个州,但他们投了票。 但是,独立核查网站PolitiFact所指出的, 但是这份名单并不能证明违反法律, 在选举前30天内离开该州的人仍然可以在内华达州投票, 在其他地方学习的内华达州学生也可以投票。 这起案件的焦点是科拉克县的选民, 但该县的登记官说,我们不觉得正在处理的投票有任何不当。 在另一起案件中,一名联邦法官驳回了共和党人阻止使用签名验证机的企图, 不认为该机器无法正确检查签名。 佐治亚州 佐治亚州的查塔姆县提起诉讼,要求暂停计票, 指控选票处理存在问题。 佐治亚州共和党主席大卫沙福在推特上说, 该党观察员看到一名妇女将50多张选票混合到一堆未清点的选票中。 11月5日,一名法官驳回这起诉讼, 称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不正当的混合选票行为。 亚利桑那州 特朗普竞选团队上周六在亚利桑那州提起诉讼, 声称一些合法投票被否决, 该案件引用了一些投票观察员和两名选民的声明, 他们声称投票机出现问题。 该诉讼正在审查中, 但亚利桑那州的州务卿说这是试图抓住救命稻草。 以上就是特朗普打算发起进攻的州府, 那如果这些起诉成立, 最终能达到最高法院判决这一步吗? 毕竟在早些时候, 特朗普信实淡淡地表示, 要将事情搞到美国最高法院, 但其实,达到最高法院这一步绝非容易。 如果选举结果受到质疑, 将首先要求法律团队在州法院提出质疑。 接下来, 州法官需要应对这一挑战, 并下令重新计票, 然后才可以要求最高法院进行权衡。 到目前为止, 2000年的选举是唯一一个由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的选举。 当年, 民主党人阿尔戈尔在总统选举中 以537票的劣势输掉了佛洛里达州, 该州总共有600万张选票。 随后, 一场急剧争议的重新计票过程持续了一个多月, 直到最高法院裁定停止重新计票, 最终, 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成为美国总统。 所以, 特朗普能否成为历史第二人,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